過年這麼多大魚大肉大家都說肥了5斤 今天中午就簡單單做一頓清新小小的開年飯 跟大家一起開心一下 全部菜都是貴精不貴多 除了有食不飽海鮮之外 還有開胃的三文魚水果沙律 當然不少得充滿春天氣息的五花肉炒春筍 很特別的香春炒蛋 看到就好有吃過的咖哩蝦 鹽仔蟹和河塘月色 今天天氣這麼冷 和喵馬仔吃完肥河之後就去超市買菜 去超市買菜最大的優點就是明馬實家 包裝得夠乾淨任你選 記得要看清楚價格和包裝日期 三文魚肯定是白酸酸的魚腩 好吃的魚肉 菠蘿仔通常都泡多糖水 四身就甜很多 沙律菜的品種就很多 喜歡吃什麼就買什麼 盡量不要買混合 生了瘦就不好吃 再搭配自己喜歡吃的水果 超市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可以試吃 水仙芒就不要選奇形怪狀 生得飽滿圓滑才夠成熟 筍根部發黑就不要咬 蠶寶寶喜歡吃的桑葉做上湯 幾元雞就夠一餐 香春看見這個季節才有 雞松蓉就用黃油煎 天氣這麼冷 買個新鮮的豬肚和白果一起煮 這裡的海鮮都應有盡有 抵不抵新鮮就要自己選 大大隻的馬蹄背就好重手 開了口就已經掛了柴 如果不確定可以聞一聞 千萬不要一粒老鼠屎搞我一鍋湯 清蒸生蠔燒生蠔就吃得多了 今天做個黃金炸生蠔 生蠔選一些厚身才夠多肉 這麼薄通常都未生大 20元就買6隻 記得叫師傅幫你開了 大小不規則的海螺通常都是野生 要一個一個選 選一些色爬色肉才夠新鮮 易東普東通常都吃了很久 鹽仔蟹68元一隻真是抵到飛起 蟹腳看起來黃黃的才夠爆高 四身比大雜蟹香很多 龍蝦貴就買沉龍魚 幾十元一條可以清蒸或煎來吃 全身的骨頭都是軟的 再買些雜雜跳的鰻魚 九折蝦做咖喱蝦 記得要拿乾水分可以省一元 通常在超市買東西就一時爽 買單就累兩行 所以我平時去街市買菜就比較多 回家第一時間先煮豬肚湯 勇敢些將豬肚反過來清洗一次 再放幾匙瓶生粉和鹽 澱粉可以很有效地吸附豬肚的黏液 不用加醋也不用加白酒 就可以輕易擦乾淨 洗豬肚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凍水落鑊下薑蔥和白醋 飛水可以去豬鬚味 煮熟後撈出來再用水沖洗多一次 這時黃琴琴的角質層就可以輕鬆地刮走 想煮出來的豬肚湯又香又白 煎一煎豬肚 用中火將薑片煎出薑味 再下豬肚大火翻炒 炒一圈高度米酒就香到不得了 炒至乾身出油下滾水 炸一聲湯就會變白 白胡椒是這個湯的靈魂 炒香後滴兩滴水 盡情把薑片剁水 用胡椒粉就沒什麼新辣味 把胡椒碎和白果倒進去 再加一顆紅棗湯就更加甜 白果豬肚湯有營養又好喝 加夠水後大火煮轉小火煮一個小時 春天的筍又嫩又爽脆 絲酒表皮洗乾淨後切成薄片 新鮮的竹筍要飛飛水去去苦澀味 加點鹽將煮熟撈起來 再用水啤十分鐘就可以了 家裡有老臘肉一起炒就更加正 先用中火將五花肉的油份煎出來 炒竹筍用豬油炒出來才不會吉咀 再加點蒜蓉一點生抽 這樣五花肉有底味又上色 調性大火就加竹筍 用大火不斷翻炒 炒十幾秒就加點芹菜 調味加點鹽白砂糖和蠔油 半碗仔三溫水打的蜆 再兜到羞汁就大功告成 這樣炒出竹筍真的非常爽滑 四身就完全不會吉咀 筍就生在地上 香春就生在樹頂 味道非常獨特 營養價值都很高 將嫩芽摘下來 再加點鹽煮兩分鐘 這樣可以去除香春的雅燒酸鹽 撈起來再將剁水 最經典又簡單的食法就煎蛋 加點鹽和松茸精 盡情將它拌均勻 中火落鑊將它鋪平一點 煎完一面再煎另一面 煎到兩邊金黃酥香就可以上碟 這個香春煎蛋真是回味無窮 接著煮咖喱九折蝦 將蝦腸蝦腳撿撿 這麼小隻就不需要開背和提前葉 開大火先將蝦煎香 蘸一點高度米酒去蝦腥 炒到焦香紅薄薄就裝起來 不需要洗鍋繼續炒香蒜蓉和洋蔥 可以下咖喱塊或咖喱醬 倒一碗清水將它煮融化 再下菜椒撞下食 少許蠔油提鮮 煎好的蝦都倒進去 調成小火將兜均勻 家裡有椰漿再加椰漿就更加美味 接著煮個好野味的鹽焗海螺 爆香蔥頭之後下海螺 再下半包超級鹹的鹽焗粉 快速撩一撩 再倒半杯高度米酒就香到不得了 不喜歡上火就下半碗水 這麼小隻海螺吸鍋用大火焗5分鐘 開鍋後撒炸迷人的蔥段就可以了 這樣焗出來的海螺原汁原味 炸腰果千萬不要用大火 用中火炸到微焦 攤冷就會變脆變深色 用薯肉粉和雞蛋調的漿就開始炸生 那漿要裹得夠均勻 用中火慢慢炸 炸到金黃浮起來就可以了 炸出來外酥內軟 配的甜辣醬就正到不得了 鹽仔可以清蒸或焗來吃 放些薑片墊底 下蟹之後吸鍋焗5分鐘 淋半杯高度米酒一起焗就沒那麼寒涼 如果有客家黃酒可以加多半碗 調成小火焗多5分鐘就可以了 再調慢用金銀蒜醬蒸馬蹄背 具體的配備看屏幕 再鋪在馬蹄背上 沉龍魚的泥氣味比較重 調好飽味的豆豉蒜蓉醬 提鮮得來又去腥 吃得了放多半條紫天椒就更加飽味 拌均勻之後淋在沉龍魚上就可以了 用大火蒸8分鐘 馬蹄背水滾蒸6分鐘 然後炒低脂清爽的荷塘月食 把年藕片甜豆和胡蘿蔔片炒香 蘸少許水將它炒熟一點 繼續加入新鮮白盒和木耳 調味加入鹽湯蠔油和生粉水 四身口感甜甜又爽脆 不飛水直接生炒就有這個效果 不想吃肉炒這個齋菜就適合了 再倒半碗炸好的腰果就OK了 這個季節桑葉很暖 加少許鹽鮮飛飛水 爆香肉碎蒜片和皮蛋 胡蘿蔔配色 再下滾水做上湯 調味加入鹽鬆鮮和胡椒粉 滾兩分鐘倒在桑葉上就可以了 這道上湯桑葉出街吃又要38 然後煮黃油肌鬆蓉 先用橄欖油將肌鬆蓉兩邊煎香 煎至兩邊金黃再加黃油 讓肌鬆蓉吸飽黃油之後 抹圈黑胡椒鹽 一個又香又滑的黃油肌鬆蓉就完成了 沙律就更簡單了 山菜浸一浸冰水才夠爽脆 三文魚腩切切花刀 再煮芝麻沙律醬就完成了 煮了一小時的豬肚就撈起來 那個冰水更爽滑 香下酒地雞倒下去再煮10分鐘 豬肚拿乾水分做涼拌豬肚 可以放你喜歡吃的各種配菜 蓮藕和木耳就要飛水 調味的配備看屏幕 再放香醋和麻油就很精神 我們家做涼拌就不放辣油 將兜過後放些炸花生或腰果就非常好 白果豬肚雞放少許鹽就可以喝 香味非常濃郁 白果煮得爆炸 雞就剛剛熟 記得海鮮最油鮮 這樣剛剛熟就最嫩滑多汁 忙了兩小時終於全部菜都煮好了 大家早已迫不及袋 這頓飯雖然簡單 但色香味俱全 幾百元真的好過外出吃 重點是今天湯真的很好喝 很有細絲媽媽煮的味道 上湯桑葉很吸油 竹筍完全不吉咀 香醇煎蛋吃過翻尋尾 雅蹄背淡淡肉很鮮甜 沉龍魚連骨也想吃 鹽仔蟹爆高 越咬越香 過年飾演雞鵝鴨可以叉叉今天的菜譜 全部送食一輪都不會覺得油膩 希望新一年大家都工作順利 步步高升 小朋友快高長大開開心心 好